嗨,大家好,我是Susan,一位生活在新西兰的园艺爱好者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新西兰8月份我们都可以开始培育什么蔬菜的菜苗 为春天的播种和移栽开始做准备 由于我种的蔬菜的品种有限 我为大家找了一张由专业的园艺顾问给出的一张名单 让我们看看都有些什么蔬菜在上面 然后我们再一起来看看我现在都遇了些什么蔬菜的菜苗 让我们先来看看在新西兰的南岛和北岛 也就是寒冷和温暖的地区 在8月份都可以种植的蔬菜 看看有哪些品种 有卷心菜 胡萝卜 大白菜 水芹 各种香草 囚禁甘蓝 生菜 芥菜 洋葱 欧洲萝卜 土豆快径 大黄菠菜 还有牛皮菜 这些呢 我们在8月份呢 新西兰的全境都可以种植 那么只能在北岛也就是温暖的地区 8月份可以种植的菜都有哪些呢 我们来看一下 甜菜根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种甜菜根 广东白菜 其实各种小白菜都可以 芹菜 莴炬 佛手瓜 菜心 韭菜 芥兰 小红萝卜 小红萝卜 我现在也 也在种植 中国葱 中国葱 还有如果家里呢 有小暖棚的也可以开始育甜玉米和番茄的苗了 那么对于我们住在南岛的朋友来说 有没有什么菜 在北岛8月份不能种 只能在南岛种的呢 有两种 第一个是蝉豆 北岛的蝉豆现在都开始结甲长豆子了 那么南岛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再种一批 还有一个就是白萝卜 同样的道理 我们秋末种的白萝卜 现在都已经开始收获了 没有收获的呢 也已经开始准备开花了 那么住在南岛的朋友 由于天气比较凉 大家还可以抓紧时间再种一批 这个名单上的很多菜呢 其实我还没有尝试着种过 因为我不喜欢吃 接下去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现在都遇了一些什么菜的菜苗 这些菜呢都是我喜欢吃的 有没有你喜欢的呢 我遇的菜苗的数量不多 白天我就把它们搬出来晒晒太阳 晚上呢在一道屋檐下 虽然现在白天感觉很温暖 其实晚上啊还是蛮冷的 有的时候经常有霜冻 小苗呢很容易冻伤 这四盒呢是我刚刚种的水萝卜 因为种在地里的呢被虫吃了 还有一些呢开裂了 我还不甘心 我在尝试着把它们种到deck上 现在已经发芽了 喜欢吃水萝卜的朋友 现在可以在花盆里种一些 发芽非常快 就是先不要种在地里 很容易被虫子吃掉 这边呢是一盒菜心 和两盒不同品种的莴笋 想在春天吃到莴笋的朋友 现在可以抓紧时间育苗了 现在育莴笋苗呢 不需要低温催芽 因为温度本来已经很低了 只需要把种子直接撒在土里 这是第十天 发芽还是很快的 这边两盒是甜菜和上海青 我今天刚刚撒的种子还没有发芽 现在呢还可以育生菜和香菜的苗 这两种菜呢在地里长出了 自己长出了小苗 所以我就没有育 这个呢是有机花菜 它在15到20度都能很好的生长 这是冰菜做色拉用的 在国内卖的超级贵 在新西兰呢非常好长 我现在地里还有两颗 一冬天都没有管它 这是另外一个品种的菜心 菜心呢也不喜欢太热 最好是秋末播种 我呢希望趁着天热之前再种一批 现在还可以种的就是荷兰豆 在种之前呢大家可以用水啊先泡一下 等它发了一个小芽再给它种到地里 如果直接种在地里呢很容易烂掉或者被虫子吃掉 要是能育苗就更好了 奥克兰的气温非常适合荷兰豆的生长 种的好的人呢能一直吃到圣诞节前 除此之外呢中国禽大家也可以开始育苗了 我的小菜框的面积不是特别的大 8月份呢我就遇了这些苗 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参考 喜欢我的分享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